德国西斯罗杂志8月18号文章 原题我们需要中国更多而不是更少 德国应该在海外自信地维护自己的价值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将整个对华经济政策政治化是没有意义的 但德国政府的新中国战略却是这样做的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 米夏阿尔舒曼表示 我们明确不欢迎这一所谓战略 因为它在昆南时期 给与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带来了格外压力 德中关系受到该文件不必要的毒害 德国商界人士和其他中国通知到 德国迫切需要与中国在能源转型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更多合作 而不是更少 中国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装置制造 及其安装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的技术 就没有德国的能源转型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 德国也迫切需要中国来实现经济现代化 因为中国现在在数字化 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等许多未来技术 人工智能在医药研究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应用 以及5G通信网络的扩展方面 远远领先于德国 德国通过提供技术 来换取中国市场准入的时代已经结束 德国汽车制造商 必须学习中国汽车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速度 才能在电动化和自动驾驶方面 不落后于全球 大众和奥迪都明白 未来需要与中国合作伙伴 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合作 德国因希望减少依赖 而将中国企业作为干预市场的目标时 会发生什么 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审查 禁止安装华为组件的文件 德国经济周刊远景英国 巴克莱银行电信分析师的话称 如果德国网络排除华为组件 德国电信业将损失总计25亿欧元 比对中国单方面依赖风险更大的是 将经济领域合作政治化的风险 没有必要妖魔化中国或其科技公司 这将对德国数字化进步产生反作用 并非美国所做的一切都适合欧洲效仿 重要的是今后如何实施对华战略 技术进步不分国界 如果有人不对德国与中国 在创新核心技术方面的伙伴关系 只肯定态度 而是以不公平竞争 或系统型竞争为借口 推行保护主义政策 或采取惩罚性行动 最终对德国的伤害将远大于 对中国的伤害 的伤害